今天的AT個股推介,第一隻是貓眼娛樂的1896 內地春節報復式出遊兌現,出行相關板塊在長假期後上升 大市氣氛暢旺,市場資金轉為尋找其他機會,出行股相對落後,現在有機會是部署的良機 品牌當中,豪島和影視在北水回歸後,預料會有好表現 市場在農曆年前擔心疫情反覆,會影響內地居民進入戲院的意願 當時普遍預期,今年春節當期的內地總票房大約是50億元人民幣 不過實際情況就超出預期,票房在年初四已經突破50億,並且持續增長 貓眼專業版的數據顯示,隨即至年初六合共7日 中國電影市場春節當期的票房有67億6千萬人民幣 春節當期的日均票房保持10億以上 年初三票房收11.2億,超過年初二票房的11.1億 打破過往,隨假期推進,日均票房滑落的傳統趨勢 市場意見認為,這樣反映2023年春節當期電影普遍口碑較好 吸引無充首映的民眾因應評價而入場,甚至有影迷作異賊 摩根士丹利認為,票房表現進一步引證他們對內地電影業進行上行週期的看法 以及全年票房在日岸年增長64%至490億,恢復到2019年77% 摩根士丹利維持貓眼娛樂增持的評級,目標價是12.6 較上星期收市價10.62,仍然有19%的上升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,上述的資料仍未包括年初七、年初八、週末的票房數據 不排除內地居民在假期末才看電影 如果票房最終,最近甚至超越2021年最高紀錄的78億2千萬元人民幣 影視板塊可望迎來更加的表現 第二種推介個股是恆隆地產101 恆隆將會明天公佈2022年全年的業績 去年內地大部分時間均採取風區控制疫情的嚴格防控措施 要料恆隆內地租任收入,按年增長會大幅放緩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,按年增幅將會降至只有1.9% 不過,業績熟貨去息,在嚴格防控措施 市場對內地收租相關股的業績本來不予厚望 如果最終的業績未如想像般般差,更有望加快將2023年或之後年度的盈利預測上調 另外,恆隆的香港租任業務除了持有核心商業區的商下和商場之外 亦都有淘大商場和康宜廣場等大型屋苑商場 業務本身有一定的銀性 隨著香港和內地恢復通關,銘銀早前發表報告預計 2023至2024年,內地旅客入港的香港人數 將恢復至疫情前水平的40%至50% 將會帶動香港零售銷售增長18%至22% 但由於租金水平有滯後性,預計期內高檔零售商店的租金 將會增長5%以上,而大眾市場緩店租金將會溫和上升 相關股份當中,美銀交替好就是恆隆等等 策略上,投資者不妨等恆隆地產的股價回落到14.8元 就先吸納第一柱,如果股價有機會回到14元就再加住 第一個目標,先看2022年第一季的阻力位17.5元 指洩價應該定在12.5元 。